晚安各位大众欢迎大家参加第四场的 新冠肺炎多重角度思考的讲座 这场讲座这些讲这一系列的讲座 是星期天固定的系列讲座 主办人是在万博盛城的金勇法师 我是这场演讲的主持人叶教授 我想在这里欢迎今晚的嘉宾 布朗教授是伯克莱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今晚的翻译者是石亦环 我们非常幸运 有两位今晚能够出席这一场讲座 所以我会简单的介绍 布朗教授 是加州伯克莱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他过去发表了非常多的 贫富不均和经济永续发展的研究报告 他的最近的著作 已经出版好多年了吧 佛教经济学这本书 《成门科学的觉悟之道》 由Rosley的出版社出版 目的是减少贫富不均 保护环境 和支持作为人的尊严 以及鼓励人们过有意义的生活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对这本书 从两个方面来讲好了 从我个人的经验 第一 我是一个佛教徒 所以这本书叫佛教经济学 所以对我来讲 很有意义 第二个方面就是 这是我自己做教育研究很多年了 这种整合 这两者的整合 产生了一个很好 有意义的效果 因为通常这种跨领域的整合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这次佛教跟经济学两者 科学的两者 学科的整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同时也要介绍 今天晚上的翻译者 十一环 他是纽约大学 T恤艺术学院的表演艺术研究措施 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好 十一环 是别人艺术研究的措施 他主修 前卫剧场 及跨文化 的 及跨领域的表演艺术研究 他同时也拥有大众传播的学士学位 在校主修广播及电视制作 报纸及发制出版 他是佛金翻译委员会的义工 他也参加了华英经美洲的翻译工作 他目前是法界佛教大学的讲师 从2014年服务到现在 这场演讲的主题是 这场演讲的主题是 新冠肺炎如何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意义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 王教授也会请问大家这个问题 在新冠肺炎期间 我们怎么帮助自己了解生命的意义 接下来 我要把 这个讲台交给布朗教授 他有20分钟的 演说 然后我们会有 彼此会有对话 然后再开放 问题与现场的观众做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叶教授 邀请我参加 欢迎大家共聚一堂 不管你说英文中文 我非常的高兴 您能花时间 与我们共聚一堂 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 也就是 怎么在新冠肺炎期间 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意义 过着更有意义的生活 用正念觉知 过更有意义的生活 我想 大家常在这段时间讲 不确定性 我想在这个全世界的 所以我是一个经济学家 我想用不同的方式来讨论 上个礼拜 你所听到的演讲的议题 所以现在我想 分享我的荧幕 但你 讨论几个议题 我想 是很重要的一些议题 在这段新冠肺炎期间 同时希望这些问题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意义 同时帮助我往前走 也问问自己 我们在新冠肺炎 过去以后我们要怎么持续我们的生活 你们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荧幕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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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包网教授在调整他的 换灯片 请大家稍后便可 你们大家看得清楚吗 就算我没有放成全荧幕的画面 叶教授现在在请我们的转播义工来帮忙 他的儿子帮助他把他的他的儿子 Jason调整他的电脑荧幕现在很清楚了 我们现在 如你所知我们现在 住在我们现在正在一个多重危机的年代 目前我们有各种危机在我们身边 比如说经济不平等 种族之间的不平等 气候暖化的危机 以及目前的全球的瘟疫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现在的这个新冠肺炎 正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生活 也导致经济的崩溃 我想 或许在座的各位 有些人不仅受苦于经济 但是我们所有的人 都正在经济不平等 足以问题 这些问题中受苦着 在这个多重危机的时代 我在思考 现在这个世界失去了平衡 所以造成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平衡 因为这个危机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平衡不均 还有足以的问题 其实已经发生了很久 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或许在这个时候 应该思考 到底这些事情发生 对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我跟我的狗一起去散步的时候 有一天 我其实在博客来指教 我跟我的同事说 哇 我好像没有把经济教得很好 因为我们并没有处理了 目前的经济危机 然后 我的 所以 他问说 那苏加摩尼佛会怎么教 佛教经济学 当然 我想 佛陀会说 这个世界是相互关联的 我们 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 人与大自然也相互依存着 你可以看到 这是华严经里面的 The Ingress Net 这提醒了我们 我们人与人之间 人与自然之间 是如此的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我想新冠肺炎 教导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 是互相关联 如果 我们自周围 有任何一个人生病 那我们也有那个可能性 会生病 同时 我们也从这一次的 新冠肺炎中了解到 无常这件事 也就是 万物无常 万物无常出现在我们生活 四周围 我想 无常其实可以教 可以教我们如何接受变化 做我们每天早上 起床的时候 可以告诉自己 啊 因为 既然每天 我们都在瞬息万变中 我们每天 醒来的时候 应该更有精神 和充满希望的 去面对新的一天 所以我 要尽我全力的 过得更好 第三个 很美好的 在佛教经济学里面 第三个理念就是 我们要 住着有 过着有慈悲心的生活 我想有一件事 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的 就是帮助他人 不仅帮助我们认识的人 帮助正在受苦的人 作为佛教徒 我们想要减少世界的苦难 现在我们有最大的机会 可以做这件事情 在新冠肺炎期间 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地的人 需要食物 需要帮助 人们在受苦中 迫切地需要帮助 如果我们问自己 我们能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 可以做非常多的事 根据我们的能力 这也就是我今天想要 在今天晚上 跟您讨论的主题 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 人与人之间 相互关联着 在几千年前 就已经教导我们了 所以 Berry Cuomo 是当代生态学的创始人 他非常的杰出 他在1971年 写了一本书 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出 生态学的法则之一 也就是相互依存性 也就是所有的生命 有机体 都在一个生态圈 我们彼此之间 也存在着一个 牵移法而动全身的 连锁向影 所以我现在 要跟大家分享 佛教经济学的目的 是要提供大家 幸福 世界上所有人的幸福 在这个永续发展的世界 我们必须要关心 所有人的幸福 因为 我们的幸福 也跟大自然相互关联着 所以当然 我们也要关心大自然 再进一步的说 人 不管你是佛教徒 或其他的信仰者 我们不只关心心灵 我们身体 心灵 这必须成为我们生活中 思考的一部分 同时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幸福 不是建立在消费中 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 我们应该把它丢掉 但是 但是佛教经济学里讲 消费不会带给我们快乐 就算我们面对 这些消费都不决定了我们的快乐 我们的幸福必须来自内心 然后也关心我们四周围的人 用一种有意义的方法 关心他们 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 我想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从新冠肺炎 到底能学到什么 让我们提醒自己 到底什么创造了快乐 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想离苦得乐 但问题是 我们怎么达到快乐 事实上我们知道 从神经科学家 谢谢神经科学家告诉我们 他帮助我们了解到 帮助别人 其实让我们更快乐 同时 我们如果可以造物大自然 心境大自然 他也让我们更快乐 所以神经科学家告诉我们 散步 沐浴在大自然中 可以让我们得到快乐 亚利斯多德也告诉我们 同样的事情 他说 他说这个叫做利他式的快乐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快乐是来自于 帮助他人 还有对社区贡献 一切之力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个教会 也就是在这个新冠肺炎期间 那当然在佛教里面说到了快乐是源自自心 也说到了佛教也教我们 直取 会造成我们痛苦 所以不要直取 直取 只会造成更多的痛苦 如果我们能学习放下 放下我们的自我 那我们会变得更快乐 在这我们要感谢我的 翻译者 谢谢你加入今天的 这样做 在这个节庆的时间 我想很重要的是提醒我们自己 就算我们喜欢给大家礼物 去表达我们的感激 对他人的感激 但是这不是真正可以带我们快乐的事情 比如说 我开始 对我的孙子 邻居 还有我的亲戚 我想我告诉他们 我们应该减少一点消费 我比如说 我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很会不公培 我自己 我不只是一个经济学家 我还能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上网 去看 然后哪里的地方需要帮忙 我们需要捐助 哪一个组织需要支持 比如说那些大自然组织 不是气候的组织 或是一些动物组织 他们需要什么 所以我希望把我的针线和助施能够去帮助这些更需要的机构 所以我们要借这个机会能够帮助他人和帮助这个地球 所以在这个庆祝 所以在这个庆祝节庆的时间 我们可以想一想 什么真正才能造成我们的快乐 什么造成我们的不快乐 那我有一个放在我的床头书 或许您也 您也有这本书 这是吉田菩萨写的 《路菩萨恨论》 吉田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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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田菩萨看到 任何事情都希望能够减除那些事情的痛苦 我想在这本书里面 我认为最有力量的几句话是 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痛苦 来自于希望自己快乐 那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快乐 都来自于希望别人快乐 这两句话 其实已经总结了我们目前所讲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要快乐的话 出去帮助别人 然后帮助治疗这个地球 所以我们继续来发问 我们在这段期间 我们可以怎么 问 可以问问自己这些问题 我们不希望我们让人身边 所有自己亲爱的人生病 在这段时间 我们或许可以问问自己 当我们住 当我们住得这么离彼此这么的远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问问自己什么对我重要 什么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我看着我在我博克莱的学生 我就问问 告诉他们 应该在这个时间 问问自己这些问题 什么东西 什么事情对你重要 什么事情对你有意义 所以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想 我想 我已经花了 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就是看看我需要工作的事情 当我在看我的工作表的时候 我其实我必须老实跟你讲 我在看我的工作表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把每一件事情都完成 但是我现在并没有恐惧 没有把这件事情完成 因为我在思考 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当我看着我的工作表 我在看这些工作表的时候 我问自己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所以问问自己这个问题 什么事情对你的 生命有意义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对生命有意义 帮助他人 对我的生命有意义 我想在新冠肺炎期间 我们突然的了解到 每一天 我们都要感 觉得感恩 我每天 都觉得感恩 因为我有 我有一个屋子可以住 我有屋檐可以挡风避雨 我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 我不用担心 怎么维持我的生计 但是我在担心其他的人 他们失业的人 我周边失业的人 没有足够食物养他们的家 有些人也没有地方可以住 有些人也失去他们的健保 失去他们的工作 突然之间 一切之间 人们到处都在受苦 当然不是住在美国 世界各地的人 正在遭逢这些苦难 我们要觉得感恩 感恩于我们现在 所拥有的事情 当然也要思考 我们怎么做些什么事情 去降低他们的苦难 跟其他人比较起来 当然我很想要出去看我的学生 拜访我的亲戚 我想要跟生命有更多的互动 但是其实我想想 我只要想到我现在 生命中没有任何苦难 我就很满足 我甚至还有时间 多余的时间 思考 甚至有多余的时间 在这里跟你讲话 当我们问自己 什么 对生命有意义 或许我们要回到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 相互依靠 我们不希望 不希望用漠不相关的态度 对待他人 对待大自然 用这种自我 去面对他人 以及大自然 所以在新冠肺炎的期间 我们的确有多余的时间 可以去帮助他人 同时也可以采取行动 这是一个采取行动的好时机 因为作为一个实践性的佛教徒 我们帮助他人 离苦得乐 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我们的责任 去不伤害别人 去帮助别人 作为佛教徒 我们想要疗越地球 所以我个人的咒语是 根据人与人之间相互观念 我们能不能够治疗地球 当我们在治疗自己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治疗地球的时候 到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帮助地球危机 到我们在治疗自己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些治疗的时候 我们希望用一种 有意义的方式来做 在这段期间 或许你可以跟你的社团或组织一起共识 我和我的先生 在Richmond City 每个礼拜六去市场去买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想要买 我想要对这些市场里面的人买更多的食物 但是我又想 我如果买多了 我怎么处理这些对的食物 我 我 我先生买了一些食物 所以 我们带回家以后 我们就把它分享给我们四周围的邻居 我的邻居们都非常高兴 当我们每次出现的时候 邻居都说 他们现在吃得更好了 因为你们的捐赠 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让我们四周围的邻居更快乐 我们其实不一定一定要出去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就像一件小小的事情 我们都能做让别人开心 所以现在想一想 我是在帮助他人 当我打了个电话的时候 拿给我的邻居 我的家人 当我就是 打一个小小的讯息给我的朋友 那是在帮助 那样的动作是在帮助众生 所以当你想想 或许我还可以做更多 这件事情不一定要是拯救大的世界 其实你要做的就是伸出你的双手 去帮助他人 散发你的爱 一步步的做 因为在这个气候变迁的时代 特别是在过去三十年 我们在使用石化原料 那气候变迁的问题越加的严重 因为二氧化碳排放量 造成了气候的危机加剧 所以我要求你一起来思考 在新冠肺炎结束以后 我们可以过得比较正常生活的时候 哪一个组织 你想要跟他一起合作 一起采取行动 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些事 一些可以做 有些人可能会说 我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个体 我能做什么呢 所以这不是只有你 而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 一起 所以我们这百分之十这些精英 我们可以联合我们的才能 一起做点什么 所以 我现在跟玩区350环保 行动组织一起做 我很快就了解到 我是一个经济学家 我到底可以做 我的做法是 我先跟一些环保行动组织 一起合作 联手合作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说 你能做什么 有些石油组织 可能会对我们有一些敌意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 我有一些 其实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可以做一些研究 然后我也跟一些 一些杰出的律师合作 我跟一些专家合作 我跟一些很能够做招牌的人合作 我跟一些合作 懂得使用媒体 他们知道怎么使用 网络媒体 我们这些人 联合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去创造一番新的现象 所以你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找到一件你关心的事情 一件事情 只要想到一个议题 是你所关心的 想想看 我们都彼此互相关联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 一起做些事情 所以在新冠肺炎结束之后 我们问自己 我们可以跟 我们可以做什么 然后我们可以采取行动 因为这样子 可以帮助你的生命 过得更有意义 因为必须借由 这个新冠肺炎期间 作为一个改变 创造改变的一个契机 我们一起 当我们一起共识 我们希望要敞开我们的心胸 一起合作 这样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所以 佛教经济学 就是希望能够带 给大家更多的幸福 帮助地球 所以想想看 我们怎么让生活过得更有意义 集体的行动 在这个时候 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所以对我来讲 作为一个行动 作为一个行动的佛教徒 这个时候更加重要 所以在一心禅师的本书里面 他讲到我们集体的慈悲心 正念和专注力 滋养着我们 他有助于建立地球的和平 和重建平衡 同心协力 我们可以为自己和世界 带来真正的改变 但是 我必须在 在这个结尾的时候 要再提醒大家 做记忆师是需要很多的勇气 找一个你可以合作的单位 或组织 一起勇气的采取 一起 一起集合你的勇气 踏出那一步 你需要勇气 去拥抱佛教经济学 需要勇气 敢于改变 需要勇气 去提倡正义 更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敢于勇于 活得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所以 我们 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 我们需要政治行动的意愿 需要有胆识的去采取行动 而且是现在 所以 这是一个终生的承诺 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会有七夕复复 所以我非常高兴 在这里与共居一堂 让我们一起继续 走在这条路上 非常感谢你 教授 我很高兴能够跟你对话 同时也跟我们的观众 能够一块对话 因为我很想听到他们 他们怎么想 他们怎么思考 什么对我们人生 才是有意义的这个问题 谢谢你 这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谈话 不仅 你的谈话 带来了我们内心的一个改变的力量 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 在美国 我们在美国是 非常的勇余地追求快乐 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快乐 是消费型的快乐 而不管其他人 所以你指出 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 它的理论 它并没有把人们幸福 考虑在里面 也没有关心到地球的死活 在我们现场的大部分 今晚的听众们 我想大部分人都同意 大部分人都不同意 目前的经济体系 所以你指出来 非常直接地告诉我们 为了能够跳出 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潮线 我们应该追求另外一种经济体系 让我们更快乐 但是 所以一个哲学家讲说 有个哲学家讲说 我还不管其他人死活 我应该先喂饱我自己的皮囊跟肚子 所以刚才你已经 作为我们的模范 作为一个个体 你示范了 我们可以帮助自己 同时也帮助别人 比如你到了 农夫市场去买了一些食物 然后分给你的邻居 这个行动 增加了他人的快乐 所以我给你的问题是 从哪里做起 那要如何做起 做一个个体 我们从哪一个点突破 开始做起 我想你的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跟其他的组织一起合作 其实我们一个单独的个体 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 但是在一个组织里面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们在 这个过去的这个选组 选举活动里面 我们就看到我们可以 透过集体的合作 来产生一个改变 当然我们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投票率都不高 非常多 然而很多的组织团结起来 鼓励大家出去投票 比如告诉教育大家 你应该怎么去投 比如透过邮寄投票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们可以做件小小的事情 而做出改变 也就是我们必须 稀少共进 来对付这些大企业的公司 像过去三十年来 这些石油公司 其实对我们说谎 因为他们确实在用石化的燃料 对地球走出伤害 而且造成我们人们不健康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共同牺手 跟一些环保组织一起合作 并跟他们大声地宣扬 大声地说我们拒绝使用石化燃料 其实加州做得不错 但是我们还有很长一条路可以做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在运输上 还有污染的问题 我在一个绿色的环保组织 这个组织跟其他的环保组织 团结起来 针对环保的议题一起合作 当我们一起做的时候 我们一起可以创造一些改变 所以我所学习到的是 我们必须要学习 怎么一起合作 美国的资本主义 需要改变 资本主义怎么改变 只有我们改变 那在这社会上有非常多的组织 你可以来找我 如果你不知道跟哪个组织合作 那目前我会鼓励你 要找出你一个关心的议题 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贡献 在这个佛教经济学的体系里面 共习一解之力 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的财献 我的博克莱学校的学生说 他们说了 目前的政策 目前美国并没有真正的关心 人们的福祉 我们做得很不好 但我们需要做的是 我们观察一下欧联他们所做 比如说像德国 比如说像英国 像澳洲 甚至像加拿大 这些国家都做得比美国还要好 他们创造了他们国家人类 他们国家的人民的福祉 做得比我们好 所以除了消费之外 我们该问问自己 我们可以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像人工智能 我想人工智能可以消除一些 就有不需要的工作 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想我们可以 我们就是 应该工作少一点 然而斯多德他们说过 只要人们够吃 降低工作时速 他们会有比较平衡的生活 但是然而斯多德所讲的 这样的生活哲学 从来没有在我们的社会发生 我们只是不停的工作 不停的赚钱 我们现在应该 我已经消费够多了 我需要有更多的时间 跟我的社群家人 我需要用我的时间 跟我的社 跟我的组织合作来改变社会 所以我们应该同情协力一起做 或许有人就问问 有些人可以在下方 方格 写下你的问题 我想您的问题 非常的有远见 让我看看 萤幕下方是不是有人问问题 目前还没有问题 我想人们正在思考问题 所以在你的研究中和分析里 如果你看到北欧这些国家好了 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有一些北欧国家 其实 做得很好 他们毕竟尊重人类的尊严 自由 并鼓励他们做该做的事 喜欢做的事 并且这些北欧国家 也让他们的人民 可以过基本的生活水平 我想北欧国家比较容易做到 是因为他们的人口不多 不是这样吗 就像德国 法国 他们都比美国要做的好 一件事情他们做就是 他们并不用把所有的事情 都用市场经济这件事情来解决 他们有很好的政府服务 他们有很好的健保 他们有比较好的教育系统 他们也有比较好的幼儿福利 他们提供了这种不同的 政府的服务 福利的服务 同时 他们也有比较好的社会福利系统 所以如果你相较于其他的欧洲国家 你会看到美国其实没有这些安全网 因为大部分的钱都让公司赚走了 当人们失去作业以后 失去他们工作以后 他们马上都失去了自己的健保 失去了自己的社会福利 所以我觉得美国目前并没有针对这些目前的问题 做出行动或是反思 所以在欧洲比较富有的国家 其实他们做得更好 做得也比较有积极性 我想 如果政府没有制 如果政府没有制造好的经济策略 那么 生意人会制定策略 我想这是时候政府应该记录 应该对我们的经济体制 做出一番改革 所以 如果 如果我问您 从教育的角度上来讲 你觉得我们应该做出 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您之前说过 就是 我刚才讲过 大部分的美国人都在追求快乐 但是是消费型的快乐 你认为佛教经济学 可以 再放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怎么让 是的 我们是彼此关联 互相关联着 但是不是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我们怎么练习 我们怎么练习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 我想 练习真正实际去做 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我想生物学的改变很慢 生态学的改变 但是文化上的变革 可以走得比较快 我想在 我想在欧巴马政府时期 人们 我的学生们比较在 制造垃圾 和浪费物质这方面 他们比较进行思考 但是在川普政府上任以后 我发现人们的思考变慢了 对于这些议题 人们的态度变得比较 比较不和善 人与人之间 那种族裔之间的歧视 变得比较明显 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所以文化上的这种改变和现象 可以进行的比较快 我想 新的政府上任以后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改变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人与人之间 能够恢复彼此之间的友爱 很尊重 我想在经济系统里面 我们也做得并不好 也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消费 我跟其他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合作 我们在台湾 我们应该怎么衡量经济表现 所以 除了衡量 除了用GDP衡量经济表现 我们应该问问 其他的方式来衡量经济的表现 问问人们 什么对我们的生命和生活 才是重要和有意义 现在线上有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佛教经济学不能应用在企业身上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 其实我们有的 因为现在气候变迁的危机 在新冠肺炎之前 我和一些各个公司们在讨论 这是一个原作会议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赚注在我们的社情 赚注在我们的气候 还有地球变迁 但是新冠肺炎来了以后 我也跟其他的 各个国家的企业主合作 他们也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的改变我们政府的 我们改变我们政府的系统 因为政府的经济和政府的系统必须要改变 所以对我来讲 我想我不会等待大企业去改变 我们应该鼓励政府制定政策来促进这个改变 比如我们要鼓励政府应该停止污染 我们可以 比如透过税收的改变 我们知道其实改变政策 可以改变线下的环境 那只是要花时间去做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有些企业 表现出他们想要改变的决心 我们应该鼓励他就去做吧 而且我们也帮助他们看到 什么是线下 其实要改变的事情 比如说像贫富不均的问题 比如说像很多人死于过度工作和过劳 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要保证人民在一个安全 健康的环境下工作 而政府和企业可以透过制定政策 来改变眼下的这些问题 像一些富有的企业 其实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组织 我们现在选上的政治文物 不是只有在最高法院 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目前的政策 另外一个问题是 是从听众的提问 不过这是 所以在这个新冠肺炎期间 很多的心理问题 很多有人有很多的心理问题 心理健康的问题 那这个你怎么看待 心理健康的问题上升了30% 我想在新冠肺炎期间 我们所学到的是 我们该做的是 其中一件我们学到的事情是 人类是社群的动物 人类是社群的动物 所以突然之间 像不是 我们彼此之间都隔离的 一时之间 人与人之间 都没有办法互相拥抱 从人之间 一时之间 当人们生病了 或你至爱的人生病了 我们没有办法伸出援手 去照顾他们 我们看到我们这些 年老的长辈们 就这样子去 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 我看到我的孩子们 都透过 用这个平台 在学习 当然突然之间 我们也学到 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是多么重要 它是对我们的身体 身精灵的健康 又很重要的影响 没有这个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 关怀彼此 这是为什么人们的心灵 开始产生问题 开始产生忧虑 所以有些 我自己本身 也有那样的一个冲动 我想要走出去 我想要去抱我的朋友 我想要跟其他的人 有连接 有互动 因为 在同一个空间的真正互动 实体互动 跟在网络上的虚拟互动 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的 避免彼此隔离 所以 为什么有些地方 有些国家 他们会坚持 一定要让学校保持开放 像纽约 他们也开放学校 让学生 孩子可以回到学校去 也就是让他们能够在一个 彼此互相接触的环境 继续学习 但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方法 关心我们的老年人 不仅照顾他们的身体健康 也要照顾他们的心灵健康 我想我们没有在这个方面 做过太多的思考 我们其实在关心心灵健康 这一块做得不够多 我很高兴能够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我有机会回答 我想这个也跟我之前提到的 这个某一位哲学教授提到的 不平等 阶级的不平等 所以我们都有各种 人类各种需要 我们有身体的需要 心灵的需要 就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我想你提出了一很好的观点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在这个全球疫情的期间 我不这样认识我自己 也就是我之前没有看到自己的 就是老实说 我有听到就说 我有时候会说 我想要去教室去教书 但是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进教室去教书 我实在没有办法告诉你 我想念我在教室里的学生 我那时候其实我一直没有想到 原来跟我的学生 在教室里一起学习 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情 我的学生也都在很辛苦的挣扎中 不管是透过这种平台 或是在电话里 他都告诉我 这个隔离的时期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时间 跟实体教师的学习比较起来 真的差很多 所以在这段期间 我对于自己也认识过多 也学习到什么对我来讲 是重要还有意义的 所以我未来的 在工作表上的重要事情 我这个表的工作项目会变少 那我会放在这个工作表上 都是我觉得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 这个现代生活 太辛苦了 所以在这个时刻 我真正问问自己 我什么真的想做 而不是我什么我应该做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不想要有后悔 我们也都不想要将来 说我为什么当时 没有做那件事情 还是我想在这个疫情期间 帮助我去了解到 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我 但至少我觉得你也帮助我 和我的同宵 全球疫情发生的时候 在我们的万佛圣城 很有严格的规定 就是如果你出去的话 那你需要做两个星期 一个隔离 那我很幸运的是 我有一个小女儿 离我们住得很近 她的身体并不好 所以有时候我会过去照顾她 去看看她 已经九个月了 我们在这段时间练习的 住在这里 我们有一个房间 然后有一个佛堂 有一个客厅 我们本来以为 可能很难度过吧 但是现在九个月过去了 我们过得很好 我想就像你说的 在这段期间 我对自己更加认识了 我现在已经超过八十多岁了 我从回头看看我的生命 我觉得过去的八十年 哇 发生好多事 还有机会 可以对我成长 我想你刚刚讲的 就是你对你所有的事情 很感恩 我想有人问 这个国家一半的人 投给川普政府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特别是对于 过着精神生活 灵性生活的人 我想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 我们不应该想 你应该把他想成他者 因为我们彼此关联者 我是在佛里达长大的 很多在佛里达的人 是川普的支持者 但是我们 我不会指他们是川普的支持者 我把他们当作 我们也把他们当作 一个朋友 就问问他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我们现在气候 气候变迁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就跟他们谈论 气候变迁的问题 他们其实对于 气候变迁的问题 并不太了解 特别是对于川普的支持者 当我一开始 跟他们谈论到 气候变迁的问题 他们会开始表现出关心 因为他们是 因为他们是真正 因为他们真正关心 下一代 真正关心 下一代的地球会变成什么样 他们看到海平面在上升 我所学到的是 如果我可以跟他们 跟我持不同意见的人 谈到我所关心的事情 事实上 我们可以 在很多方面 在政策方面 其实我们可以达成一些共识 其实70%的 其实70%以上的美国人都同意 我们应该要降低贫富差距 我们要立即对气候变迁 这个问题 才去行动 所以我跟别人在对话的时候 我会问说 我们现在应该对于 替我们的国家做什么事 其实我们大家都对 我们关心的事情都很相似 我们也都关怀彼此 也关怀这个地球 所以这唯一的 我们要把 我们要把 四周围的人团结起来 我想这是一个方向 要不分彼此 讨论彼此 共同关心的议题 有一个观众说 同意 Bron教授的观点 关于我们这一个分裂的国家 我们应该用分裂的方式 来进行谈话 就像 匈马克一 那本书里面讲到 人其实真的都想要做好事 他们只是被 教导错误的方式而已 所以当我们 想到 你的 其他跟你持不同意见 政治立场的人 其实 我们都是人 我们要试图找出 我们的共同的 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很感谢 我很感谢 你的评论 Susanne Platter 所以什么是最好的方式 来处理 在这个不 确定的年代 我想 我以为我刚才 已经回答了 你的这个问题了 我想 我们必须了解 一件事情 我们永远在一个 不确定的时代 我最喜欢 佛教的地方 就是他提到 无畅这件事情 也就是 事情顺习万变 世事无常 万物无常 就是很多人认为 不确定性 把它看成 一个负面的事情 我们在一个充满动态的 世界里面 所以我想想 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 和时间点 只要确定 我们自己个体是平安 四周围的人平安 然后保护自己的身心灵健康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去思考 然后停下来 停下来 去思考 我们是谁 在新冠肺炎之后 我们做什么 能够改变 我们的生命跟生活 改变我们的环境 然后我们思考 怎么贡献 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只 只专注在消费 我们不可能 做出任何改变 所以 消费主义 不可能带给我们快乐 我想刚刚叶教授 讲到了自由市场经济 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 那种利他主义的快乐 利他主义快乐就是 珍惜这一刻 我怎么去避免痛苦 很多的研究 很多的研究都已经指出来 另外一种快乐 也就是有别于 刚才我们讲利他式的快乐 那种享乐式的快乐 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快乐 享乐式的快乐 消费式的快乐 只会带 在买了车以后 就会产生更大的竞争性 跟别人的比较性 所以享乐式的快乐 所以享乐式的快乐 没有办法带来快乐 那这是佛教里讲的 那是一种直取 那一种贪执 造成我们快乐 所以享乐式的快乐 最后只带来痛苦 没有快乐 所以您刚刚讲到 两种快乐 一个是享乐式快乐 是利他型的快乐 所以享乐式的快乐 没有办法带来持久的快乐 有另外一个问题 在这个新冠肺炎的时期 你认为 能要花多少时间 去改变在地球毁灭前 我想我们必须要赶快降低 碳排放量 至少一半以上 在2030年之前 我想二氧化碳排放量 这么的严重和危险是 我们排放了非常的污染料 进河川跟海洋 所以我一直想到的是 作为一个美国人 我想美国人的责任是 我们应该立刻的减低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这是第一个危机 也是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我们有科技 我们有很多的 我们有很多解决办法 史丹佛大学已经提出来 我们怎么使用全面性 百分之百的清净能源 我想现在最重要的 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石化燃料 所以因为我是一个教授 我都是基于事实而说话 但是我所接触的这些 石化燃料的这些大公司们 常常都在说 所以很多人 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立场坚持 我们有办法 也知道正确的路在哪 我们也可以做出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不会发生 也不可能马上发生 但我们可以让它发生 所以我还是想要谈谈教育的 在教育这一块的问题 你在你的教室里面教导你的学生 这是怎么传导正确的公众讯息 有一天当他们走出教室 走到公众的舞台 他们会做出改变 所以我还是想要谈谈教育的 所以从教育的立场上来看 观点来看 这个 关怀这件事情 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关怀 有关怀 可以关怀他人 关怀市场 我想关怀这件事情 必须从一开始就开始学习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 为了让我们有那样子的 一个心肠 就是怎么 为了要有真正有立他式的快乐 而不是享乐式的快乐 也就是说 怎么学习追求快乐跟学习关怀他人 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在教育里面很早就让学生接触到 教育系统里面很早就让学生接触到 我想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吗 我认为人本性就是有慈悲心的 有时候我们会很自私 但是总体上来讲 我不相信 我相信 佛法里面所讲的人性本善 我们的本性是光明 是慈悲的 但是社会却说 我们的社会就教导 教导我们说 你必须要关心 你的外貌 关心你的权力和金钱 所以我们被教导 我们需要关心这些事情 所以你的自信中的慈悲 都被乌云遮住了 所以当你说 在学校 这个教育 我们需要把这个 慈悲带回 教育的系统里 是的 这个教育 慈悲的教育 会让学生更快乐 我想教导学生的不只是 我想教导学生是 幸福不是来自于消费 很多人都认为 幸福来自于 吃好的 穿好的 住好的 这些基本的物质 但是 我们需要全面性的机会 来发展 来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 天赋才能 我们都需要用 天赋才能 来教育 在各个方面 让这个世界 成为更好的地方 我想这是一个 现在很重要的事情 让每一个个体 用他们各自的方式 去贡献几利 做他们想做的事 当他们真正想要用 自己的天赋才能的时候 当他们用他们 才能去贡献的时候 你就会快乐 也就是说 你的快乐来自于 你如何贡献 自己的社区 你的社群 我想我们的时间是到了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 但是或许我们 可以在私下讨论 我真的要很感恩 所有人在这里 共聚一堂 当这么多的人 可以集在一起 也关心这个世界 关心我们的地球 关心我们的生命 也关心他们 每个个体能够 为地球做些什么 这让我觉得 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我非常感恩 我们都集合在一起 虽然这只是 虚拧的一个平台 但是我们在这里 一起关心 我们要怎么让我们的 未来世界更好 我非常感谢你 谢谢你 布王教授 给我们 一个这么有 充满意义的 演讲 分享你的远见 跟高见 怎么改变世界 的想法 这是我们的荣誉 让你今天 在今晚 跟我们的社群 分享您的想法 同时 跟我们的翻译者 同步翻译 很不容易 我自己可能做不到 谢谢你 谢谢所有人 我现在跟大家宣布 下礼拜 我们的下一个 演讲者 是张国教授 他的演讲主题是 未来 教育的 未来 疫情以后的 教育 非常感谢你 阿弥陀佛 向我们来做回向 我们可以 我想 阿弥陀佛 会带着我们一起 念英文的回向 我们可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